中国十大最诡异的事件都有哪些 你知道吗 有粉丝私信老黑想看一些诡异事件下饭 那么今天老黑就来带大家一起看看 那些发生在我国的诡异事件 全程高能 记得拉灯 1.北京330路公交车 这是发生在1995年北京的一起诡异公交车事故 北京330公交车在11月14号那天晚上 行驶的中途有三名乘客挥手想要上车 司机靠近了才发现 三人其中两人驾着一个贪软的男人 浑身酒气 此时车上只有司机 一个瘦老头 一个女孩三人 没想到就在三人上车之后 车里的瘦老头拖着女孩下了车 结果第二天新闻报道 这路公交车离奇失踪 最后找到时 车上发现了两具尸体 就是浑身酒气的男人和司机 另外两人不见踪迹 而最后尸检得出 浑身酒气的男人早就死了 甚至在上公交前就是一具尸体 他到底怎么死的 至今没有确切定论 2.香港广球铁路广告 这绝对是一起最多人亲眼见到的诡异事件 1993年 香港九广铁路为了宣传 拍摄了一段广告 整段广告只有40秒 广告的内容是七个小朋友 搭着肩膀 开心的玩着火车游戏 整个画面的气氛十分古怪 就在广告播出后不久 越来越多的观众反馈 在广告中看到了第八个小朋友 就连广告的导演也看到了 不存在的另一个小朋友 而诡异的是 被第八个小朋友搭建的小男孩 竟然在不久之后离奇死亡 这个广告很快被紧急下架 虽然后来广告方发声明称 拍摄现场有20多个小孩 是因为他们随意走动 所以出现在画面里 但这个解释很显然没有说服大众 然而除了这两个事件 还有更诡异的在后面 中国最诡异的事件 这是发生在2002年的一起 真实空难案件 也被大家称为澎湖空难 2002年5月的一天 华航611号航班 从台湾飞往香港 结果在澎湖列岛上空时 突然坠毁 机上225人全部身亡 诡异的是 这并不是澎湖列岛上空的 第一起空难 先后已经有10架飞机 坠毁在那个地方 但更诡异的是 在空难发生后的头期 有遇难者家属 收到了一条语音留言 留言中的内容十分杂乱 有一个男人的哭声出现 边哭边大喊 我不要死 为什么是我 我不要死在这里 他的声音背景 还出现了嘈杂的海浪声 整段录音毛骨悚然 就连电讯公司都找不到 这段语音留言的出处 尽管网上很多人说 这是假的 但611号航班 自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华航 4.广州 荔湾广场 灵异事件 这个地方的诡异 并不是闹鬼 而是因为这里 被称为荔湾失场 每年都有人 在荔湾广场 同一地方 自杀身亡 有幸存者 在获救生还之后 接受采访说 当时我并不想跳下去 可是有人 在背后推了我 但是经过调查 监控发现 他们的背后并没有人 后来有人发现 荔湾广场 过去是一个居民区 被无良房地产商坑害 导致居民组 发生大火 烧死了很多人 这才导致 荔湾广场 现在这么邪门 5.成都僵尸 这起事件 也被称为 我国十大灵异事件 1995年初 有考古队 在成都五猴寺 挖出了三个棺果 每个棺果中 都有一具古尸 挖出古尸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然而诡异的是 还没等考古人员 将古尸抬出来 三具古尸 就离奇失踪了 最后在乡下的 一处居民家被发现 他们到底是怎么移动的 这个谜底 至今没有解开 那么除了这些 还有哪些诡异事件呢 中国八大 最诡异的真实事件 6.重庆红衣男孩 2009年 一名重庆13岁的男孩 邝智君 意外死亡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男孩诡异的死法 男孩身上 套着连体泳衣 穿着一条红色连衣裙 双手双脚被死死绑住 悬挂在房梁上 脚上悬挂着一个衬托 邝智君54岁的父亲 是在11月5号回家 发现了儿子死在家中 家中大门紧闭 但后门虚眼 他认为 自己的儿子 肯定是被人害死的 可是警察在现场 没有找到任何他杀的痕迹 于是网上出现了很多猜想 有人说 这种死法是性窒息的一种 认为邝智君 有特殊的癖好 在寻求刺激过程中死亡 也有人说 邝智君是中了邪 可如果真是这样 这么复杂的捆绑方式 一个13岁的男孩 是如何独自完成的呢 所以这个案件至今 也没有被破解 7.上海吸血鬼 在我国90年代的上海 真实发生了一起吸血鬼事件 据说当时上海郊区 有一个生化实验室 该实验室内 发现了几具 离奇死亡的尸体 那些尸体 生前就是实验室的生物学家 因为在实验室中 感染了病毒 然后变异 死之前 生物学家们出现了对血液的渴望 于是开始大肆捕杀周围的动物 然后变成了袭击人 其中有两名警员 就是这样牺牲的 被发现时 血已经被吸干了 8.北京故宫灵异事件 这是北京故宫 一面墙下的一排宫女 据说这张照片出自1988年 当时有一个电影剧组 因为拍戏太晚 12点之后 还留在故宫里 一个摄像突然发现了 这群穿清朝衣服的宫女 于是拍下了照片 但是拿相机的时候发现 宫女全都不见了 但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已经找不到更详细的证据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